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学校即将开学了 而防疫措施也会遵照中央的防疫中心政策 在开学后的两个星期之内 学生必须要量测体温 户外的活动如果能够保持适当的距离 原则上是不营运性戴上口罩的 如果一个班内只要有一个师生确诊个案发生 这个班级就必须停课 各国中小学将在31号开学 针对疫情问题 花莲县政府教育处表示 将遵照中央防疫中心的政策 开学后两周内学生需量测体温 而花莲县则是两周后 持续的来进行量测体温的工作 我们的防疫措施原则上还是依照 中央的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 相关的一个防疫措施的规范在进行 而在室内室外戴口罩的规定也表示 户外活动若能够保持适当距离 原则上不应行 要求学生戴上口罩 但染疫的学校只要有一个师生确诊案例 该班就停课 而一个学校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师生是确诊案例 该校全面停课 户外的部分呢 如果能够保持一个适当的一个社交距离 也就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规范的一个距离的话 那原则上我们就不应行戴口罩 目前停课的部分呢 也是依照中央的一个规定 那就是一个班 他只要有一位师生是确诊的案例 那这个班就会停课 那一个学校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师生是确诊的病例 那这个学校就会停课 那这个乡镇呢 如果说有三分之一的学校都停课的话 那这一个乡镇室就会停课 由于目前花莲县还是零确诊的现实之一 不过在暑假期间大量游客涌入花莲 在开学后 家长以及小朋友更应该注意安全的社交距离 记者林杰 华联市采访报道